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田颖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 中国万邦保险集团收购华尔道夫酒店 华府担心安全问题交易恐生变数 纽约历史地标华尔道夫饭店 被中国安邦保险集团收购后 因为美国政要在该饭店出入频繁 因此美国政府高度关注 随之而来的潜在安全顾虑 目前正在审视相关的问题 可能让这项交易出现变化 破谣传金正恩露面 金正恩神秘消失40天 引来谣传纷 今天终于公开露面 国营媒体14号报道 他视察平壤一座新的住宅社区 他住着拐杖露面 一群染着金发 带着粗精炼的人士 袭击了香港战中区 香港警察逮捕了23人 香港正改示威活动在线冲突 口罩帮戴利器袭击了金中示威区 香港警方14号宣布 拘捕23名年龄介于 16到54岁的男子 其中两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 对市场管制垄断的分析 使得提霍勒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 同时也获得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的称号 法国经济学家提霍勒13号摘下了今年诺贝尔经济奖的桂冠 打破过去15年来 每届经济奖皆由美国学者获得的惯例 读得奖金800万克朗 约112万美元 护士感染伊波拉病毒揭示了防御漏洞 联邦卫生调查人员13号开始了解 照顾已故伊波拉病患的一名德州护士 为什么在穿防护壶的情况下 仍然感染了病毒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的主任费和平 把这起伊波拉境内感染病例 怪罪护士违反规定 这已引发了医疗照顾专家的批评 指出该病例凸显了全美的医院 为对医护人员提供处理伊波拉病患的适当训练 环球影城被获准在北京修盖主题乐园 与迪士尼乐园齐名的环球影城 将在北京建立主题乐园 游客将在北京可以感受到 变形金刚侏罗纪公园等 该主题乐园投资金额将达200亿元人民币 约32.5亿美金 预计2019年建成 这是美国环球公司在中国设立的 首个主题乐园 以上新闻是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